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媽媽好神上演 人夫的逆襲 要不然你 對 不然你拍 傻屁如 你快去哪兒 所以凡泰老婆就看到了 很開心 他們其實 打回去 杜力 夢多這些人 他們都是在那邊很熱情的在抱 那個是靠過來 對 是來一時 然後就是會介紹 都是老婆愛吃醋 人被罵很無辜 媽媽好神首度請到六位老公代表 探討老婆為何愛餵五位的事發脾氣 大老婆們又將如何反擊 精采內容馬上開始 歡迎收看 爸爸好神 媽媽好神 嗨 哈囉 可是我可以講 之前我們要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之前那個掌聲都是這樣子對不對 今天是這樣 這一邊來的 這一邊來的 沒有啦 掌聲一定是你 他就是打腹結之後我是 反拍是不是 他是玩古樂的 所以他會 反拍 今天我們的立場完全對調 在這邊輕鬆多了 這個座位 坐的總共都是爸爸 對 然後有三個奧奧代表 不是 不是 準備背的啊 有三位媽媽 節目開播以來 已經做了大概十集 靠北老公了 對 真的 他們假的 十集 差不多平凡的啦 對 而且被獎最多的是馬丁 有這麼多啊 有 你們不曉得嗎 我都知道馬丁好神的 這節目 好 控訴大會 這一次我們要 這個讓老公有機會 抒發一下 我老婆是個大促金 我們來看第一個控訴是什麼 這是工作 他們是粉絲 老婆你幹嘛吃醋 你想太多了吧 真的 以前我跟粉絲拍照 在結婚以前 都是我會很熱絡 像她是我粉絲 拍照我一定這樣子 對 大家不會覺得我是 因為個人形象的問題 後來結婚以後 我還是這樣拍的時候 大概我老婆看了兩三次以後 她就說 你看看人家游鴻鳴 你看看人家明雄 他們跟粉絲拍照都是這樣 手都是這樣 哦 就不會去 超兼搭的 後來我也有發現 就是有時候我會這樣 這樣子拍的時候 真的會有女粉絲會 頭會這樣 會耶 會 其他人有這種會表嗎 有 手一定要放前面這樣子 其實棒棒糖男孩一定有 對 可是克帆哥是 他是資深的偶像團體出身 那其實我也是 是少男團體出來了 對 你害羞啊 你就是啊 差不多啦 我在四十歲左右的族群 他大概三十五 他大概有差 但是克帆哥的粉絲 現在都差不多生兩個嘛 那我的粉絲那時候 現在都正值少女 哦 對 危險 我要在那裡棒屁 棒棒糖都解三十五 所以他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的 路口都停掉了 我跟你講那時候的粉絲 差不多十四十五歲 對 國中生嘛 那十年之後 也就是二十五 二十六 這個年紀 哇 對 那其實有的都是 女大十八遍 那時候當粉絲的時候 都可能 還稍微有點小孩子氣 現在整個都成熟了 開始會打扮 開始會化妝 開始會穿低胸 會穿短裙 哇 對 那雖然已經 已經這個團體解散一陣子了 但是我們偶爾還是會聚會一下 因為以前有一個 就是管理的會長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 比方說我們偶爾定時吃飯的時候 要拍照 然後女生都喜歡自拍 那自拍的時候他都會 自拍都靠很近 對 他會這樣子 他會這樣子 我手好短 要不然你拍 對 不然你拍然後這樣 對 然後 然後 所以 所以 有個還會吹氣耶 我跟你講 拍完就算了 重點是他們還會 上傳那個 社群網站 然後還會Tag你 所以那個動態 所以動態老婆就看到了 所以動態老婆就看到了 然後老婆就看到 很開心 喜歡大奶的是吧 低胸嘛 自拍 這樣 就會稍微有點痠 只是年輕一點 但是還有那種年紀大一點 就因為我們有在外景節目 那外景節目基本上很多是 媽媽以上 阿姨的那種 那我個人是覺得沒有什麼 比方說他跟我拍照的時候 他說 我可以抓你的手嗎 這是真的嗎 好像喔 上一次我站在路邊 我跟國賢哥兩個人 站在路邊聊天 然後呢 就是兩個韓國妹走過去 你看得到前面有 他們租的那個包車在等他們 結果呢 不知道怎麼回事 他們兩個女生又繞回來 又找我們拍照 對 那我們想說 我們就是反攻韓國啦 對不對 然後呢 那兩個韓國女生 我覺得比起台灣的女粉絲呢 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為我 我的手 我也是像柯帆哥一樣 結婚以後 對 要確認自己雙手沒有亂摸啊 結果他們兩個人一人一邊 哇塞 就 我的二頭肌就分別感受到了 對方韓國饅頭的壓力 兩個都在貼你那馬國賢 他站在旁邊他沒事 沒有人去看 馬國賢整個 我覺得你搞錯重點 你可以幫我再拍照嗎 你卻把國賢哥拖下去 我以為他看到馬國賢再回來 等一下 我們今天主題是老婆吃醋 就是他們都在 不是 那老婆如果看到這種照片 會看到嗎 後來沒有看到 因為 沒有看到 但是我老婆吃醋的是別的點 粉絲團呢 一開始就擺我的照片 就會有那個女粉絲 就是私訊我 傳照片給我看 這樣子 傳什麼照片 就是當天的合照照片 對不對 不是當天合照照片 是她很累 然後在浴缸裡面泡澡的照片 那我就覺得 有 有 有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有點 不好意思啊 因為對 因為我看了會害羞 你會拿給你老婆看嗎 我沒有拿給我老婆看 是我老婆拿給我看的 你幹嘛設她為管理員啊 因為我老婆說 你要跟粉絲互動啊 所以她就是很順理成章的 就是幫我建立了那個粉絲 因為有那個回復率 多快回復 那但是呢 後來就是 我太太就是想出另外一個方式 她直接跟大家宣告說 這個粉絲團是由她在經營的 哦 就是減少這個狂風浪跌的 請你們注意一下 你們自己傳的照片 對 馬丁你有沒有收到一些粉絲 傳給你一些奇怪的照片 因為他們講超沒有說服力的 沒有啊 因為其實 什麼意思 對 只是 你很有大小之分 對 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就是對家庭會比較有責任 比較有難的 對 馬丁很像很容易一樣 不是 對啊 這是什麼 他有換上衣服 他很關對面 他有夫人在啊 他會今天戰力那麼弱 沒有 所以今天是要我們大家一起 勸他們離婚嗎 沒有 沒有 不是 因為其實這個就很簡單 因為就跟其他人的狀況一樣 他也是管理員 但是其實我也沒有太管理 太去管理跟去看他的粉絲團的東西 只是有時候 其實我不是吃粉絲的醋 我是吃 我是覺得 他的處理方式的態度不是很好 這句話 這句話 大家都聽過 這個 這句話 拍照 拍照有沒有 有沒有吃豆腐的狀況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每次 比如說他上次去出國 他去東京 那去東京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他的行蹤 他不會跟我跟安東報告 我要透過他的粉絲團會看到 他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開直播 粉絲 我現在到東京 我要帶你們去看一蘭拉麵什麼 我要掌握他的行蹤 是全部要透過粉絲團 然後去看他的直播 我是他家人 我完全不曉得 你又沒有問我啊 對 粉絲也沒有問你啊 節目進行到線 總算有多 我要問你那個 剛才一斯二 這一盆收視有報名 對 配到東京而已 那我就沒有消息了 但是我還要 比粉絲還要慢 才知道他的消息 對 然後 他常常就是會PO一些東西 比如說他 Take的照片 他說 我今天戴了眼鏡 你們有發現不同嗎 然後那個 他的喜悅 好像每次回到家很開心 就是粉絲會留言說 你好帥啊什麼的 就是講之類的 我還是認得出你啊 之類的 然後他就會 我看他看粉絲團的留言 他就會很開心在偷笑 那我就會覺得 老公 你畫成灰我都認得你耶 你怎麼不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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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出來吧 對啊 安東媽 這一則新聞完全沒有你的份 而且講的感覺是要殺夫耶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對粉絲的態度就是這樣 你會看到他看到粉絲團 然後他會笑 然後他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想分享的 都是粉絲啊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就覺得 對粉絲的部分 我就會很吃醋 可是我吃醋的部分 就是他的處理方式啊 你看我永遠沒辦法掌握 那粉絲只要認得你戴眼鏡的樣子 你就覺得哇我都會認得你 講一講一講 我會去打 而且你畫開的時候也只有我認得 多人的一些意見啊什麼的 然後你說什麼 比如說我跟粉絲一起照片那這種 因為我也是這種 我是不知道要不要爆啊 但是因為通常我是跟 沒有沒有 因為他們就是要 因為比如說我跟其他 其他人在一起 比如說如果有什麼杜力阿 夢多啊這些人啊 通常就是那些粉絲 他們會就是要跟大家一起輪流 我就是自拍嘛 那因為他們都是在那邊 很熱情的在爆啊 然後這種 那我覺得如果我就是在那邊 嘿嘿嘿這樣子 然後拍一個這種 我覺得有點 對不起他們 對他們 你其實是想要很輕鬆一點 請主持人左右為難 他講的也對 請主持人左右為難 對啦 他是左右為難 咖啡你也帶去 他們是單身耶 他是左右為難 你不用這樣 對啊 我就是覺得一坨老鼠屎 壞了我們一大坨好粥 怎麼回事 好弱的一個戰略 但是我想問一下 阿東有沒有粉絲傳私訊 那種清涼照片給他的 有沒有 其實有耶 我沒有很仔細看他 因為我不是常常看 那有時候我會在一個月兩個月 看一下他那個 這個簡訊或私訊 對啊 我就其實會看到有一些就是 甚至會傳清涼照給他 然後真的會說 我真的好喜歡你喔 可是你怎麼結婚啦 你怎麼要這麼年輕就結婚 然後還有一個傳給他說 你老公是長這樣 不是 誰干嗎 我都選了誰 我都沒怎樣 就真的就傳這些東西 那你回答他是不是 他寫那是 我可能沒有理他吧 從剛剛聽到現在 你不覺得 他們其實 沒有 他們從頭到尾就覺得 抱一下 這是工作 不是工作 你們都覺得是別人靠過來 但是他們是很享受 他們還拿出來炫耀 對 所以他們是開心的 對 他們是享受的 所以其實我們 對粉絲也是好啊 因為粉絲如果他們就是這樣子 然後拍一個照 或者是被爆了 他們音效會更深刻 會更喜歡這個人 粉絲難以實務 然後就是會介紹 給他的朋友們 我們的粉絲就會 所以你是用你的肉體去換粉絲 是 他是用你的肉體去換粉絲 對啊 三位女性 我為今天所有爸爸 因為妹妹就是一個發展 對啊 老醫師還敢講我們 對啊 主持媽媽好生以後 看診都用一根線這樣 對啊 太醫了 敢講我們 他都是說我們說 孩子的裸體 對 孩子裸到尾 問問孩子怎麼了 有沒有網站領 好來我們來看 這第一個 我們已經解決完了 我們來第二個控訴 明明是我的交友圈 為什麼有老婆規劃 這個已經是跳脫粉絲了 還沒有 在我的粉絲團 還沒有我老婆是管理員之前 她其實基本上 我自己的網頁 我大概 最多可以到五千個 你就不能再加了 對 我已經算是很精簡的 大概一千多個 可是這樣就粉絲團 就很多女生 她就跟我剛看 因為我老婆是這樣個性 她是雙子座 她要管你 她一定會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譬如說 那我們現在都已經交往了 那我們晚上呢 就為了睡眠好 睡眠好身體才會好 那晚上就不要人 跟人家在私訊了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跟人家私訊會 過晚上九點就算晚了 傷筋凍骨就對了 傷筋凍骨 然後呢 她就會就是 她其實是叫我 晚上不要跟女生在那邊 對啦 嗯 嗯 可是她就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怎麼去形容呢 就是 像我呢 不能帶手機到廁所 為什麼呢 她說 蹲在那邊有沒有 健康的理由 她其實理由都是台的 可是你看 那個時候聊什麼多方便 對 不會忽然有一個頭很長 長伯鬼會這樣 對 她用的理由都是對的 對 然後她就是用這些 關心的 這些理由 然後怕說 反正她都是用另外 另外一種 好賺喔 那是恐怖片 真的 真的有人 手機充電掉下去電死耶 全命中接戰 在泡澡的時候 但是 我認識亮澤的老婆 她老婆有一種 講話讓人家不含耳力的feu 你就知道我就過了多 你應該不至於會 有這些狀況 當然也沒有 我本人本身就不會啦 對啊 那我也 我也不敢啦 其實 那你也知道我拍戲嘛 常常 八點檔的時候 對啊 所有人在一起 我跟他們相處的時間 跟我家人 比跟我家人相處的時間 大概就已經多兩三倍了 即便是我休息只有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我早上五點多 收工 我早上還是會回去 送小孩上課 然後她會回去煮飯給小孩吃 然後再去工作 對 那我如果真的 剛好在可以休息的時間 跟大家出去吃飯 大家都沒班 跟朋友聊聊天 有什麼不可以 嗯 那好死不死就是 最近那一陣子 比較密切合作的女明星 就一起去了 哇 那她也可能也知道 我平常會在Line 我其實手機有時候放在這張 她也知道我的密碼 然後有時候 我放在這張 我也不會藏起來 還有時候互相關心是誰 她也知道 那好 那個 基本上拍戲的所有的女生 都認識她 但就是因為那一次呢 就是可能過重聖密 然後一直到吃 就是只是簡訊關心 然後到吃飯都有她 她後來知道 她就有跟我說 為什麼你們從以前拍戲 然後拍戲很親密就算 你們工作在一起就算 為什麼今天吃飯 都還是要黏在一起 然後我才知道說 原來她吃醋了 這樣那 當然也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開始 慎選我的之後去聚會了 幾乎都是男生 後來我才知道 幾乎跟我拍戲的女演員 都知道她這個人 即便是新人 後來還有厲害 她為什麼會知道 她導播是導演 知道她這個人 然後她也在 後來也進電視台工作 對 然後呢 竟然有人要 因為一個新人 要跟我拍情侶 她先買了一杯咖啡 去跟我老婆拜碼頭 對 這需要 自我介紹 然後我就說 你到底做了什麼 我說沒有啊 反正大家都知道我是誰啊 只是說 我也沒有穿什麼風身 反正是她自己來找我 但我真的不知道 她中間做了什麼 竟然 而且所有跟我合作的女演 都知道她 她當然也知道對方 一個男演員 一個帥氣的男演員 覺得女導演 多麼的不智 這是一個 非常不妙的主題 對 腳步 不吃窩邊草 你真的個笨 窩邊草真好吃啊 又好吃 又肥美 現在各位朋友機會來了 快撒基努說話了 沒有 其實有時候朋友圈裡面會有 幾位女生可能就是 個性比較像男生 然後他們也都知道 我們都有結婚啊 然後幹嘛這樣 然後我們其實 拍了一部戲完之後 我們那個 革命情感都還在 所以我們都會固定的聚餐 然後那個女生其實都會來 然後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是男生譬如說 一個男生的話 就是攻擊力比較不會那麼強 然後兩個男生的話 就會開始試探 三個男生開始 就會開始調侃這個女生了 哇塞 你知道嗎 就是開始跟他瞎哈拉 就是 因為我們感情太好 所以看到他說 就虧一下 對 就是鬥一下 親愛的 然後另外一個男生 你知道嗎 然後可是重點是 我完全不知道說 那個局裡面 我老婆也坐在裡面 為什麼你會多知嗎 我老婆也會玩 你沒有發現 為什麼會沒有發現 你老婆 不是 你老婆會忽然 引伸到牆壁 你老婆都透明 你知道老婆在哪裡 不是 因為 太醉了 因為一次嘛 就是 我們每年都會聚 然後聚到第三年的時候 我老婆是整個是受不了 因為我們每次都會 調侃那個女生 然後 她就說 她就說 妳 差不多了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女生 她都跑過來跟我講說 妳老公只是在 當面這樣調侃我 妳都不吃醋嗎 這 可是這話其實 就那些有點挑釁 對啊 就是內心 然後 故意 然後 然後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沒有 我們都是好朋友 然後大家就是那一段 都是好朋友 不會出事啊 不是 沒有 我們都結婚了啊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都有拍戲的經驗 像我跟Terry 亮澤 馬丁都有拍戲的經驗 就是 一部戲拍完 感情再好 我們連吃三年的飯 沒錯 就是那一陣子而已 而且超看三季 頂多一個多月 妳要不要公開道歉 真的是吃飯啊 吃飯就道歉了 就是吃飯 因為她三年才拍一檔戏啊 所以她很珍惜 她很特別 連戲啊 第一檔戏再好一檔啊 而且的確是有 秀田的演員啊 秀田 秀田 你們好會解套啊 對啊 所以不應該吃醋 不應該吃 不應該吃醋 所以 這邊是不能吃醋啊 因為這種革命情感 這也是有道理 有什麼好革命 革命三年啊 對啊 像我們女生會很自製 我們覺得這個界線 不應該跨過去 我們就不會跨 但男生他的標準很寬 他覺得說 我現在在外面 我雖然有家有老婆了 但是我還是可以有女生的朋友 我只要處處留情 不留種就好了 我只要 而且他們 他覺得我只要有這個感覺上 還是有價值的 我還是有魅力的 最重要他們都一直覺得說 我是結婚的 你知道嗎 很多都是你結婚 他也結婚 然後呢 你們都會覺得 不會有人發洩 我們只是過失傷害 並不是謀殺案 對啊 我們也不是蓄意 但是他們就是 留情不留種不是罪 對 我就非常的容易 馬丁就有很嚴重的這個問題 受害者 哎呀 很嚴重的問題 對 他有非常嚴重的就是 他的交友圈 我一定要干涉 為什麼 他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煮個晚餐 煮個義大利麵給我 跟我們小孩安東吃 但是我們永遠吃不飽 因為他有半鍋以上 打包起來做一個便當 說要給他的朋友吃 朋友等一下下班 哎呀 幹嘛 等一下 這朋友是男生的那一位是 我不認識 但是他就通電話 他說是男的 男生有什麼關係 那我不知道是男生 不能什麼時候推個夢多 為什麼要 我們很天氣 太鼓勵 二老婆 二小孩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他有一次 跟Fabio要去綠島 然後他就跟 我們一群人要去綠島 包括我們 我們老婆跟小孩都要去 結果Fabio說 他一個人睡 他現在另外一個人就是不去了 所以他現在Fabio就一個人睡 馬丁就回到家跟我講說 哎 你要不要再找一個朋友去 我要去跟Fabio睡一間 那我就覺得 不用了 我跟Fabio睡一間 誰不想跟Fabio睡啊 對啊 大家 不是 家族旅遊 你為什麼把朋友擺在前面 你要去跟朋友睡 然後叫老婆跟小孩跟別人睡 那我就是跟 那誰不想跟Fabio睡 那我也想跟Fabio睡 妳就這樣 喔 耶 耶 就是啊 就是啊 對 然後第三次就是中秋節 水落石出的啦 原來要 妳可以Call我嗎 我可以在網上標價妳 跟Fabio睡最少十萬起票 要我 要我 那在中秋節也是 又是朋友的處 因為中秋節不是應該是 家庭先烤肉嗎 妳應該帶著我老婆跟小孩 去頂樓烤肉 她發現我們家頂樓很漂亮 她就Call了朋友來說 哎 來我家頂樓烤肉 一PO 我那天回到家一開門 是她的一個女生朋友 我也不認識 就從我家拿著安東的丸出來說 啊 借個借一下 然後安東 哎 安東也很棒 她就說 不可以 不可以 那是我的丸 我不可以拿她帶走 對 然後我就讓那女生說 要不要一起上來烤肉啊 然後我就覺得 妳都不要一起上來烤肉 這是我家 我的肚肉 那你現在外來跟妳說 那是妳講 對 對 我說妳要不要上來啊 上來烤肉 我想說 這現在怎麼會回事 烤肉中秋節不是應該是跟家人嗎 那他是把以朋友為優先 而且他拿來的朋友 連女主人是誰都不知道 對 而且妳的 馬丁妳好好解釋 其實跟朋友烤肉 太放任了 那個安東媽太沒有存在感了 沒有那個重點就是說 因為好 我們前一天是有 一斤朋友 大概二十個人 我們就烤肉 一軍的喔 二軍的都還沒有 一群 一群嗎 一群 一群 沒有 然後我們就很多人都在那邊烤肉了 然後隔天呢 隔天他們就是說 因為他們知道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跟他們講過 我頂頭很不錯嘛 然後他們就想說 我們現在還有生下很多生號啊 跟一些就是菜啊 昨天的那種 我們就去你家烤肉嘛 好不好 然後就算說 好吧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很臨時的 然後就約了大概我們就四五個人而已 然後就是上去那邊 然後烤肉 因為他在外面啊 所以我也就 你做你的啊 可是你有沒有跟他講說 有人要到家裡烤肉嗎 因為不是在我們家裡面 因為是在頂樓 對啊 是在頂樓 然後他回來的時候啊 我也看到 然後我就問他要不要一起上來烤肉啊 什麼 他就說不要 他就是 他不想啊 所以我就好吧 那我們就是在那邊烤肉啊 然後他自己在家裡 但是我隔天就是因為這個 所以我特地跑去買了一個 自己的一個烤肉架 一個小的 剛好就是三人份的 他就彌補我跟安東 然後就是因為他就是我們就是 沒有那來不及 對啊 誰要這樣烤肉對不對 那來不及啊 像馬丁他在邀朋友 他以為老婆會不在意 但是就 他不曉得你們會在意 對啊 因為有很多人有這種 冤屈吧 就說 我不曉得 就太重視朋友吧 對啊 男生太重視朋友 不是 像 好 我像剛剛黃醫師 說的就是在 你敢接棒 這有什麼不敢接的 對 我們 這棒 我怕人家用的耶 我們是正道光明耶 對 你不講出來就是有問題 從剛剛到現在 他只是不告而知道他在東京 我這個是很好很樣好的朋友 其實這在結婚前 我們就認識了 就甜甜嘛 那其實那一次也沒有什麼 就是比方說我們在 在附近 也是內湖嘛 附近錄一個綜藝節目 那個綜藝節目出了名的是 每次那個結束都是兩三點 半月 對 那沒有辦法 因為他又住附近 那我又覺得沒有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聊天了 我想說那我就順道 因為我開車 我回家就載他回家 因為從那個攝影棚回到他家 也不過才不到五分鐘的車程 然後想說好 那我就載他回家 然後沿路上也小聊了一下 他就說結婚啊 不錯啊 他怎麼樣 就是真的是聊心日 然後我就回家 我沒有跟我老婆講這件事情 然後結果隔天早上起來 然後他還要說 你昨天錄到幾點 我就說差不多是那個兩點半的時間 那為什麼回到家要四點 要這麼久 對 你是開多慢啊 沒有 因為他有看我那個 比方說手機的最後上線的訊息嘛 然後我就坦白跟他講 我說沒有啊 我昨天就順路就再甜甜回家這樣 然後他就馬上 表情就大變喔 我說你為什麼 他就說你為什麼沒有講 我說兩三點啊 你跟弟弟在睡覺了 我怕吵到你啊 那你要講一下 我就覺得我好像 我有做錯什麼事嘛 你兩三點錄完 四點多才到家 你不是偷到他們家才五分鐘嗎 對 但是我送他回家之後 我還要再回我家 就算隔天再回家 他也不應該吃小甜甜的醋啊 沒有 不對 不對 你要 沒有 沒有 他有變瘦了 當兵 那是小甜甜的喜愛嗎 沒有沒有 當兵三年 福利社的那個就是笑花的 他都已經結兩年 三年了吧 對 對不對 小甜甜都變成宅男女神了 我覺得 我覺得美玲那個時候產後憂鬱症 好 所以其實男生 有他自己交友的慾望 那女生其實是可以 稍微尊重 但是可以 就主動出席 所以主動出席 沒有啦 我跟你說 這一集黃醫師根本也超上話 對啊 我還是不要把他印象 看出來的 會不會送你護士回家 沒有這種事 他這個就不想回答好不好 那也要送個護理長回家 你這樣回答 你不送護士回家的嗎 這集你好歹也講一點 你的黑暗 對啊 那個少少也是這邊的代表 當中被 當中被媒體挖出來很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可以先撈一點 你先撈 先告白 對不對 你先撈白 趁著畫如仔 對啊 先撈蝦啊 我會好好幫你撈 好 我們時間不夠 我們趕快看 好 今天快帶我 今天先帶我回家 再帶我回家 好 來 我們來看第三個 我們都是一家人 老婆還發神經 鬧脾氣 意思是吃醋的對象是家人 家人會是家人的處 家人這就乾了 有 我有 還不是你 真的有 而且也是長輩啊 我覺得那個也沒有什麼 可能是 我可能就是一張老臉 然後跟長輩比較 有長輩緣 像我那時候剛認識她 我就去他們家 然後因為我真的是 從小的習慣 就是我們吃飯啊 或幹嘛的 我們會自己收自己洗 然後那時候她媽媽就覺得說 不要這樣子來者是客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 然後她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刻意就是表現給她看 只是這樣子而已 但後來不是 她後來發現說 我每次都是這樣 我才跟美玲講說 其實這次從小 我媽媽教我們很好的習慣 那所以她媽媽就很喜歡我 很喜歡跟我聊天 很喜歡跟我講她的心事 然後比方說 像她妹妹也很喜歡我 她有一個小妹 因為她小妹以前是 看我們棒棒糖漿的 哎呀 完了 你直接使用手勢 妳知道我先來的 不是 結果她就 過來跟她結婚之後 她來看她說 欸 姐 我以前都看她跳舞啊 好喜歡她 沒想到她變我姐夫耶 天啊 然後她說 她竟然是借我兩天嗎 玩具車啊 不是借兩天她說 而且喔 她腦部還不是素倫奧關 是女歌手 對喔 情何以堪啊 真的 對 然後那個 她就會覺得說 妹妹也對我也滿好的這樣 然後表達她說 滿 因為她 妹妹那時候單身 她就說 她要去 跟一個同學見面 她就說 那姐姐夫可以陪我去嗎 喔 這個 這個我不行 真的 我是姐夫啊 這個就接到了啦 沒有 我只是過去因為她說 她自己不能去嗎 沒有 因為她是一個 唱歌的場合 然後對方有男有女 對 然後想說帶我去 她就是 唱歌的場合 不是啊 你老婆是歌手啊 對啊 對啊 她為什麼沒有找你們一起去啊 夫妻一起去 沒有啊 沒有找你呢 而且新聞上有那種 姐姐死了 妹妹下去了 什麼鬼故事 那是不是在深山裡好不好 在深山裡面沒有別的男人 數位 為什麼要把這個變命女傑 對啊 那我覺得小甜甜很冤 那個頭髮可能是 妹妹的啊 哈哈 在身邊講 沒有 真的 因為妹妹才剛滿18 她去唱歌啊 哇塞 哇塞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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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碗了啦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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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玲燦哥 美玲燦哥 唱成這樣還沒有資格去KTV 對啊 那是 沒有啊 以為愛一直閃亮 結果取到這個 這麼暗淡 沒有啦 TERRY會去的 KTV的局不太適合美玲去 對 因為她都會一直跳羅志祥 你知道 對啊 風格不一樣 沒有啊 後來就真的就只有這樣而已啦 老婆的妹妹 當然真的有一點點界限 那就是自己的妹妹還會吃醋 對啊 自己妹妹 對因為這樣子沒有血統嘛 我老婆連我自己的妹妹都會吃醋 因為 是親妹妹嗎 蛤 親妹妹啊 親妹妹啊 那反正就是說 因為我跟我妹妹感情很好嘛 那但是因為她是在倫敦 那我是在台灣嘛 這邊 所以通常就是說 欸 比如說我妹妹打來電話啊 可能就是要跟我聊天啊 什麼的 我通常就是會就是 馬上就是 放下我這邊的東西啊 什麼的就是 陪她聊天啊 親情 對啊 或者是比如說 因為她也是在學中文啊 所以我可能就是 幫她寫功課啊 然後就是幫她這些嘛 對啊 那老婆這個人就會不開心 因為她就是覺得 欸 我一直都是 每次我叫你啊 要做什麼 你都不理我啊 或者是加裝沒有聽到啊 或什麼 或是一直要拖拖拉拉 但是只要妹妹一打來 你就馬上就是可以陪她 不會吃這種醋 然後比如說像我們會去的時候 我們去歐洲啊 去歐洲啊 去倫敦啊 通常都是把所有的東西 就是給妹妹安排 啊 然後我通常就是 因為我們就是那麼 那麼一年一次 才會見面一次嘛 所以我通常就是會 欸要跟她聊天很多啊 然後就是我們的行程通常都是 因為她住在那邊嘛 我就是 就交給她嘛 讓她來安排 但是不會問老婆啊 什麼的 然後她就是會覺得 只有我們到那邊 你就把我放 就是放掉啊 我就拋棄我啊 然後比如說我 我就是可能我就是 推安東嘛 就是我跟我妹妹 這樣在 就是走路走在前面那樣子啊 你們兩個像是前女 他們像是那個外用人 對外用人就是 你假的啊 你是不是在後面 等一下 這裡有種族旗 這裡有種族旗 對啊 對啊 起碼也是公共客吧 其實 而且她終於講一個 我覺得沒有什麼 漏洞的故事了 這還找得出洞欸 真的 沒有 因為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在倫敦的時候 我會吃她妹妹的醋 你看她跟她妹妹 相處了二十幾年 對不對 她跟我結婚到現在 也才六年 那你說一年見一次面 可是她跟她妹妹 每次視訊的時候就是 她放下手邊 一切就是以她妹為主 我當然就會覺得 現在我才是你家人欸 雖然她是你 你曾經是你的家人 現在我覺得她說是你的家人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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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我們比較可憐 現在陪你過日子的是 對 對 現在要陪你過日子 以後幫你推人 你是我跟安東對吧 那 你們說 味道會對 不好說 你們都還蠻輕 對 上一次我們去倫敦的時候 這我要解釋一下 我們去倫敦的時候 然後她就是什麼都以她妹為主 那 安東就是肚成餓 她只能吃飯 那她沒辦法吃麵包 她副食品只能吃 就是粥飯之類的 所以我就想要吃飯 我就跟她說 安東很餓要吃飯 那妹妹就決定說 我要帶你去一個全英國最好吃的漢堡店 她就去了 硬要去 妹妹就是硬要去一間漢堡店 然後我的兒子就是一整天都沒有吃東西 所以我也很生氣 我很生氣我就罵她 然後她就跟我說 因為妹妹想吃漢堡店 然後我當然就不高興 然後每次在英國倫敦的時候 她就是黏著她妹妹兩個 一直講不完話 你知道她190公分 她妹妹180公分 那她妹妹本來就是一個模特兒 所以她們兩個站起來就是一個模特兒的樣子 然後妹妹就想要推安東的英格車 她們兩個 妹妹就想要推啊 推推推 然後她們兩個就這樣在前面推 我就走在後面 那我腿本來就比較短 因為我才160公分 她們走一步 我要走兩三步 所以我就已經跟不上 那跟不上之後 我就是深深覺得在英國那個道路上 這樣子看著她們兩個 像是一對夫妻推的一個小孩 就像站在馬丁這邊 妹妹有什麼好吃處的 不是 因為她太重視 就是重視的程度超過加熱嗎 她可以重視但她還是要 沒有我覺得 沒有 我覺得 這個應該跟她妹妹態度有關係 對 我覺得她妹妹可能沒有把她 跟這個小孩 對 她可能知道嗎 那妳知道嗎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我妹妹為了她學中文 她沒有為了我妹妹說英文或瑞典文 所以才是怪的 那妳生小孩就是她 妳搞得清楚 她生了小孩就不用 沒有 而且妳現在在台灣嗎 我覺得有一個誤會 因為妳妹妹一百八 她才一百六 所以妳妹妹看她都這樣 對不對 都不會 可是馬丁我覺得算了 大人的問題算了 可是安東那時候肚子餓 然後她只能吃粥 為什麼那時候 沒有幫忙這件事情 沒有幫忙這件事情 沒有啊 這個 可是我覺得 你兒子在那邊沒東西吃 你跟你妹妹要吃汗 對 沒有 如果是這樣子 一定就是因為她 可能就是她從家裡 待了一瓶粥 我怎麼帶一瓶 因為她有帶副食品出來 沒有 我沒有帶 或者甚至是說 我們可以買別的東西 可是因為 妳通通都不想吃 所以 重點是只要妳跟你妹妹 在一起的時候 妳就耳朵都聽不到我跟安東說話 對 妳就是整個 整個就是跟妹妹 一直在一起 然後一直 我小孩 然後跨年在倫敦 她妹妹 4個月 還6個月 跨年在倫敦 她妹妹說要去夜店跨年 我的小孩就放在一個喇叭 大喇叭上面 這樣子 然後那邊 哪有 在那邊跨年 因為妹妹要在那邊跨年 然後我就好小心 把我小孩的耳朵這樣握著 我就怕他這麼正立 沒有 對啊 所以我就會覺得 沒有 根本就沒有這件事 妹妹很重要 我們就去一家餐廳 然後那天餐廳裡面是他們給我們的位置 因為是客門因為跨年嘛 他們給我們的位置是靠近那個餐廳的老闆 不是什麼大聲的 不是什麼夜店的老闆 可是對是一個老闆 然後是有音樂 可是不是很大聲 然後因為我們沒辦法換位置 那一定又要坐在那邊 所以我就是有時候把衣服啊 就是遮一遮 因為就是還是擔心他 可是因為我們已經到了餐廳 我們因為高級餐廳 然後我們就是要吃 然後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是已經等位了 然後到那邊沒辦法換位置 那我以為那怎麼辦呢 你有沒有覺得在壓力之下 你中文特別留意 我也沒看 你有沒有聽到 他已經把他衣服 衣服的中文都講出來 他說我好好喔 而且是因為他沒有那麼全力反駁 所以還會對不對 他現在講的 你講的比薩基努還流利 整個腎上腺素 你厲害 你厲害 但是他幾下成語都講出來 所以馬丁姐 我們打到目的也幫他練中文 對 亮澤 真的因為有女兒之後 真的有時候會 有點忽略老婆 像之前 像我要說我都是很公正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很公正 之前他工作也很辛苦 那我自己呢 有時候會常常有帶兩個小孩 那有時候工作拍戲 有時候一段戲結束之後 會休息一段時間 然後 後來我就是有一段時間 一個禮拜甚至兩個禮拜 幾乎都是我每天在陪兩個女兒睡覺 對 所以 久久之後 他都是11點之後才回來 然後後來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他就突然問我說 我說啊 沒有啊 就因為你都在工作 所以是我 一定是要押兩個小孩子睡覺 你自己發進去 他是不會睡的 所以我都押他們在裡面睡 他說我都了解 但是我會問你這個問題是因為 你半夜起來尿尿之後 不會回來睡 你去哪裡啊 我還是回去小孩房睡啊 因為你尿尿了 怎麼問 尿完尿以後你看看老婆 你就去跟小婆小孩睡了嘛 是這樣的 是這樣 尿尿的功能 你把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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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蟲下草嗎 你把你去 阿冬蟲下草 真的 是要頓多久跟我加 阿冬蟲下草 阿冬蟲下草 你把你去 你把你去 他都剩小便了 我不補冬蟲下草 我交不了 那你有剎金 而且還有 有比較小的啊 真的有起來尿尿對不對 一定有啊 我不能 不能說我自己 我真的有起來尿尿啦 對啊 但是我還是有去幫他 蓋個被子 我再回去小孩房睡 所以你怎麼蓋被子 也沒打算去他旁邊 他把他蓋到頭上 你幹嘛 沾揚脆弱 所以怎樣 昨天早上還特別起來 還醒著 但是各位朋友 馬丁還要再上訴 漂亮 馬丁 你說 你說吃小孩禮物 我老婆就很厲害了 因為你看有一次 就是聖誕節的時候 然後因為聖誕節 我就要送老婆禮物 要送小孩禮物 然後我準備了 然後我買了一些東西 然後當天我拿出來給他們 他就看了一下 然後說 嗯 因為我買的是 我買了禮物 我買了給小孩是3C的東西 然後我買給老婆是一條項鍊 所以有分這個大小嘛 項鍊很棒啊 他看了他自己拿到了一個這麼小盒子的 然後看小孩就大包這種 不會是我小孩的比我大 哎唷 哎唷 他要跟小孩計較說這個大小 嗯 連一個大小就覺得就是要比較啊 這是因為我送了一些很貴的一個項鍊給他嘛 然後3C的 可是他真的因為這個所以開始鬧 那我覺得你到現在也搞不清楚我為什麼吃醋 因為當初我懷孕的時候 因為是他想要小孩 所以我就懷孕 我懷孕的時候我就跟你講過說 以後你不能愛他超過愛我 不然你就會偷打我他 偷打我的小孩 就是告訴他說 因為那一次不是聖誕節 是情人節 那情人節他 妳可以記住耶 情人節今天下面禮物都記住 但是聖誕節送誰下面 是情人節呢 那 不是情人節去上家了 是情人節那他送我禮物 但是因為一開始我想說情人節 為什麼小孩也有 我其實也很開心有拿到禮物 那禮物拿起來小小的輕輕的嘛 那小小的輕輕的 那我小孩拿了一個那麼大很開心 這樣我想說 哇他怎麼有一個這麼大的禮物 那我怎麼就會這麼小的禮物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那你為什麼有一點偏心 那時候小孩才剛生出來好像一歲而已 我就會說 那你為什麼有點偏心 你應該是愛我比較多 小孩的愛留給我來愛就好了 我又不是生女兒 我生的是兒子 那我這麼愛這個小孩 你本來 我覺得當人夫是 人夫就是要愛老婆多一點 只有分嗎 我想到了 那個愛子的分 你要救 你下次就把那個項鍊 改成是鐵鏈大學的分 粗豆大包 粗豆大包 馬丁娘 直接放在一台卡車上面 因為他的藝名就叫安東媽 不是叫馬丁七 不好意思他就是有點控制狂 而且他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安東媽 然後愛小孩什麼的 我真的要嗎 就是他不愛我 他從小的愛全部都是放在小孩那邊 因為長久一來我都誤解你 你現在都是他的問題 是不是 本夫本來就應該要疼老婆多一點 多過於小孩 因為老婆那麼辛苦 小孩真的留給老婆來愛就好了 對 真的 不過今天大家講了說 我們都是大促進啊 也是讓男生平反一下下 那各位老婆有沒有什麼話 要給男生呢 勸戒一下下 就是呢給老公一句話 怎麼樣呢 不讓老婆變成大促進 要怎麼做才好 從浩如開始好了 我覺得一個巴掌拍不響啊 我希望呢 男人們尤其是成了家立業的男人們 出門在外 要想到自己是有老婆有小孩的 你的眼中不是只有你自己 要想到後果 而且我發現好像 而且我就吹著馬丁講 好好笑 對 而且我想說這麼嚴肅的話 後面是有暴格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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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 對 要自律 對啦 我是覺得啦 你們都沒有錯 你們都有你們的立場 但是你們的立場 都是你們自己想的 你還是以自我為主 來出發 但是其實 你想想看 你當初在追老婆的時候 你對她的一個重視 我們只是要那一分 一點點 0.1的那個感覺而已 你以前對我們是十分的時候 你現在只要給我八分就好 不能只有 連三分都不到 因為其他的分到朋友 我們只有分到小孩 我們只分到不到三分之一 甚至於被遺忘 這樣我們是會很難過的 我們其實是用 吃醋告訴你 我們是難過的 難過會有那首歌嗎 愛一直閃掉 不用唱 愛一直閃掉 愛一直閃掉 一個人堅強 一個人堅強 堅強 阿翔 有沒有什麼話 直接跟馬丁說的 好 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已經 已經有老婆 有小孩 其實我希望就是 那種 交友範圍要慎選 對 對 好厲害 對不對 好厲害 然後紅粉之幾 要保持距離 對不對 男的要慎選 女的要保持距離 出門在外 要想到家裡 有老婆跟小孩 馬丁 你出家好了 沒有 沒有 你還可以跟鬼做朋友 沒有 他的朋友都回去了 剛回去 那一月半剛回去 其實 其實講真的 自己不堅強 沒有人聽你用來 因為是歌名嗎 沒有 我們要告訴觀眾 因為他的故事太精采 所以沒有控訴4了吧 不用了 所以今天呢 講那麼多 也是讓那個老公平反一下下 然後讓老婆聽聽老公的心聲 但是重點還是要講 老公都是他們說的 我愛你喔 我愛你喔 謝謝 祝大家愛意子撒零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小媽媽 我們跟人家說 我們跟朋友們跟大家拜拜 我們媽媽都知道 就是小孩睡覺 才是我們的自由時間 可是小孩子睡覺 有些人很高 他眼睛半個 所以我在想說 他這樣算是睡著 還是沒睡著 他這樣代表睡著嗎 因為好像真的灰灰 他也沒什麼感覺 如果看到小朋友 眼睛雖然沒有完全關 但他在裡面 眼睛一轉啊轉的 他在裡面睡著 眼睛會在裡面 對…快速動眼睛 他已經進入睡眠這樣 但是媽媽又繼續擔心了 為什麼都睡著 怎麼眼睛還留著一條縫 對啊 這個其實是很多寶寶都會有 是正常的 就是他的肌肉的協調還不是很好 所以他睡覺的時候 可能還有一點點違章 你只要把它稍微 這個動作怪怪的 對 但是稍微把它輕輕合上是OK 不合上也沒關係 風飛沙不會跑進去 不會… 因為他自己也是翻翻身 什麼也都是會再蓋起來 那不管有沒有眼睛閉起來 反正光線都是要暗 有一種特別的狀況是 他連醒著的時候 都一隻大一隻小 那就表示他那一邊的 這個眼睛的肌肉 真的是有可能先天性的一些傷害 或者是神經有先天性的傷害 那這個狀況下 可能小時候也無法處理 那就給眼科跟兒科醫師追蹤 如果他真的垂得太誇張 那已經遮到這隻眼的視力的時候 他這隻眼會弱視 所以如果有 那這邊就要 眼科醫師就會提早幫你處理 就是不要讓那隻眼弱掉 那如果說他雖然看起來 一大一小 可是基本上那邊眼睛 都還是有功能一直在看 那就沒事 那個就長大再說 為了美觀以後要再說 或者是乾脆就算了 不理他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到長大 我發現有人睡覺還是這樣子 我記得媽媽還會跟我講說 喔 沒關係 比較聰明 那如果到長大的時候 有這種狀況怎麼辦 如果睡覺會覺得眼睛乾的話 真的 那他就會知道嘛 那可以睡覺之前 用一些人工淚液什麼的 好 先去做一個濕潤的動作 不過大部分的這種 真正只是違髒的這種 他眼睛是不會特別乾 應該是還好 了解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全家 就知道 先選旁邊這一組 先選旁邊 鎖 след 有 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